人们往往只能借助文字的记载去想象古人的真实生活 然而考古发掘 却能使我们面对仿佛穿越了千年时空的活生生的种种场景 本世纪七十年代初马王堆汉墓的发掘 使我们面对的就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汉代生活传统 例如那句著名的不朽女诗 她使我们能亲眼看看两千年前的侯爵夫人的形象 她的排场打扮以至于身患的疾病 这当然应当归功于那时高超的房子记忆 这幅神灵怪异风流云洞的佛画 据说是引导死者的灵魂奔上天堂的金帆 画面上天堂人间和地域共处 神话世界与现实人生互通 这个太阳中策略的黑鸟一举太阳黑子 墓主随葬的这些丝绸衣物的织造工艺 已达到惊人的水准 这件肃杀禅衣的重量只有四十八克 可知古人所谓薄如禅衣 轻弱烟雾不是虚言 马王堆汉墓中还保存着许多非常珍贵的博书和器物 他们证实了汉代在天文学 医药学和工艺美术等方面所取得的杰铺成性 而这拥有众多宝藏的马王堆 仅仅是汉代一个边远地区的小猴角的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